Wartburg位于德国中部的Eisenach市 1999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它的建筑本身历经雷皮火灾 以及普通时期改革建 而显得风格凌乱缺少特点 但这却反而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1067年的一天 Turingen伯爵 Ludwig der Springer狩猎之死 见江山如此多角兴盛之灾的引领一句 在德语中 Wartburg是等待的意思 这也就是Wartburg名称的由来 虽然这里当时并不在老陆的领土范围内 但对胆大心细脸皮厚的他来说 这都不叫个事 他让人从自己领地上运来工程土 然后叫12名最终生的骑士 把宝剑插在土上一起宣誓 我发誓这个城堡是建立在我的土地上的 然后立即自拍发给皇帝 您看是批准呢还是批准呢 于是乎Wartburg拔地而起 成为了图林根伯爵的根据地 老陆的曾孙海尔曼则比较文艺 当时歌颂爱情的诗歌盛行 阿赫就在Wartburg开发了一个 风靡全国的游音歌手真人秀节目 堪称13世纪的我是歌手 歌手们来到Wartburg 给伯爵和伯爵夫人唱爱情诗歌 唱好了有赏 唱不好还有可能坐牢 Wartburg歌手大赛 于是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 家喻户晓 作曲家瓦格纳深受启发 还创作了歌剧Tankheiser 其故事就主要发生在Wartburg 121年阿赫的儿子Lutvich四世 迎娶了比自己小七岁的匈牙利公主伊丽莎白 小白作为伯爵夫人搬入了Wartburg 她天性善良 在山下开设了慈善救济院免费治病救人 小鹿不但不反对 而且还十分支持 可惜这对善良伯爵夫妇的幸福生活 只维持了不到七年 121年小鹿在十字军东中的路上英年早逝 而她的兄弟继承伯爵之位后 就把小白和孩子们赶出了Wartburg 命运多长的小白 解决了孩子的抚养问题之后 受方济各会苦行僧的影响 就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慈善救济院的工作中 她放下了匈牙利公主的尊贵身份 与普通护士一样 按7-11的节奏勤奋工作 三年后小白顺理成章的因病去世 年仅24岁 她的一生虽然短暂 却给后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因此她被教会分为圣女伊丽莎白 时至今日 欧美很多医院或慈善机构 仍然以伊丽莎白命名 1521年4月 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被判有罪 遭到流放 然而幸运的她却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 5月4日 她在图林根地区幸运的被人绑架 真相其实是选帝侯秘密 把她送到了瓦特博克隐藏起来 她化名约克 在瓦特博克隐居一年多 在这里 她用十周左右的时间 把圣经新约从希腊语翻译成了德语 这也是瓦特博克在德国历史上留下的最重要一笔 首先 德语版的圣经打破了教会的垄断 让民众可以自己阅读思考 此前圣经只有拉丁语和希腊语版 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天书 而神职人员垄断着圣经的解释权 教堂就像大课堂 神职人员用雕塑绘画门讲解圣经故事 洗涤着民众的大脑 其次 路德的译作促成了德语的标准化 神罗帝国长期四分五裂 社会上层使用拉丁语 德语是百姓的口语 方言又五花八门 这很像古代的日本韩国和越南 而马丁路德人生开挂 他不但逃过了宗教畸形 还赶上了活字进刷 他的译作被数以万计的出版了八十多次 书中所用的德语也因此登上历史舞台 逐渐就形成了今天的标准德语 1817年10月18日 为纪念宗教改革三百中年 以及莱比锡战役的胜利 来自德意志各地的大约五百名大学生代表 聚集在Wartbook 也叫Wartbookfest 会议的目的在于探讨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制的统一民族国家 结束德意志千年来的分裂局面 宗教改革故地Wartbook 在青年学生的探讨生中 再次成为了联邦共和理想的诞生地 而各地大学生们所高举的黑红金三色旗 也最终演变成了德国的国旗 50年后 德国统一已是大势所需 搞不定军国大势 而沉迷歌剧童话的巴菲利亚国王 路德维希二世来到Wartbook 他独自参观各个房间 而且在歌剧Tandweiser故事发生地点 歌唱大厅以及节日大厅停留了很久 两年后 他参照Wartbook开始修建自己的梦幻城堡 新天恶宝 综上所述 Wartbook是德国政治宗教 音乐艺术 医疗慈善等诸多领域的交集 影响深远 宛如德国文化的耶路撒冷 最后 Eisner还是古典月之父巴赫的故乡 这里还有巴赫故居博物馆 值得参观